中国网红桑不仅在YouTube上拥有高达28万的粉丝数 他最近的台湾旅游实际更是成为话题 原本在台中逢假夜市吃播时 直播收视人数标破1.1万 不过许多观众戏称他什么都说好吃 不过当他来到新竹时 状况大不相同 他竟在尝试当地的特产时露出难以言喻的表情 桑在新竹租了辆车 一边驾驶一边探索当地风土民情 沿路他看到了一家标榜女神槟榔摊的店铺 虽然双表示我以为台湾的槟榔妹都会穿得很性感 但陈老师回忆起十年前的经验 分享当时许多槟榔妹都穿着笔记迷 好奇心驱使下 双决定购买一包槟榔尝鲜 当他疑惑地询问该如何食用 陈老师比喻说就跟嚼口相堂一样 吃他的汁水不要往里头咽 但当说真的把槟榔放进嘴里 瞬间的表情就像吃到了什么难以下咽的东西 病直呼 好色哦 太难吃了 惊讶至极的他赶紧将其吐掉 更诙谐地说 我这样吐在田里 明年是不是会长出槟榔树来呢 这段趣味影片迅速在网路上引起热议 许多网友分享各种槟榔知识 指出其之前嚼食的是含有红色条和石灰剂的精彩 而双所嚼的则是包叶仔 有着不同的口感 有网友解释说 槟榔嚼食时 白灰和槟榔紫的液体混合会变红 产生刺激胶感神经的效果 当然 也有不少网友大赞他们的冒险精神 戏称你们真的太太了 回顾这趟旅程 不仅让说恩和他的好友 深刻体验了台湾的独特文化 更透过这样的分享 也让更多的观众了解了台湾的各种面貌 而无论是好吃的夜市小吃 还是特殊的槟榔文化 都成为他们这次旅行中难忘的回忆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